莫莉拉巴兜的那條都1500元 旋風飛影是熱門馬來的 但不是甲蠻大熱 旋風飛影上次第1,前次第5 再前次後第1 那本路程跑過3次,就贏了2次 是很好賽職的,是好實力的 現在1,29磅 排到4檔 旁邊是金鑽貴人 五檔是金鑽貴人 這隻馬蠻好 6次賽職來說,有2個第一,1個第二 3次有蕭獸 3號仔是星雲鳴雀 上次第8,前次第6 初跑此情 星雲鳴雀,上次填泰安 跑13,去跑第8 這次被莫丹尼 嘩,剛剛那場的莫丹尼真是整股 真是 不說武德 真是 馬蠻沒有地 被莫丹尼 名記之心 在萊蘭上衝上來 直接斜斜地跑過去 擋住他的位置 他又沒有犯規 我只是這樣走 英之星 英之星都頗好賽職 6次 之中有3個位置收 15次出賽 0.26 上名0.067 取勝 取勝率確實是低一點 近績有4,有6,有3 都頗好 1號仔 重磅了一點 英之星 班德麗 4號仔 就是奇藝先鋒 希偉森 奇藝先鋒 夾晚十幾倍 現在夜九倍 上次第10,前次第7 初跑此程 初跑此程 4號 17,6 今次第四次出賽 4和5的近績都不太好 5號仔 5號仔 多多保棋 上次第9,前次第10 再次第10 跑4次 0.25 上名 都是跑第3 最厲害 5號仔 當然不夠旋風飛影 不夠金鑽貴人 那些賽職 至少人們先贏過 5號仔 6號 明欣賞 連續兩次第10 但是這個路程 0.5 上名 0.27 取勝 即是賽職就好 近職就普通 即是狀態 未夠 39倍 明欣賞 明欣賞 7號仔 超威星 上次第8 前次第4 6次賽職 來講 都未上過名 何摘耀 跑過11次 0.45 上名 0.27 取勝 11次 贏3次 7號仔 即是普普通通 6次都未上過名 即是你要贏金鑽貴人和旋風飛影 你要這兩隻馬 演出不濟 你才有機會 8號仔 長勝 霸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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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倍 霸道 初次出賽 檔位也好 異檔 但好像未夠信心 30倍 起碼都好像 常常有餘 9倍 落到4倍半 這樣就贏了出來 即是 給了指示 所有的馬迷 跟風買下 9號仔 光明先驅 第2次出賽 第1次跑 第10 初跑菊草 9號仔 15倍 光明先驅 光明先驅 上次49倍 9號仔 乘龍驅 這隻馬好 這隻馬 好 牠們 連續四次都得進去 HK 一 二 一 上次第二 前次第一 前次第二 前次再第一 敗 18次出赛 0.38 取胜 0.16 取胜 这张码挺好买的 你买适当这个2号、12号演出的态度不好 这些码就赢得了 近跡也好,彩跡也好 10号,光明先驱 上次49倍,10号 光明先驱 没有什么表现 初跑谷操 拍摄了吗? 做了一张金转贵人未看 11号,天天得拿 这张码不错 6次赛职来说 这张码有5次,是有位置派彩收的 这些码挺好的 11号 311,343 全部前4回来 初跑谷操 前草都可以,谷操一定可以 这张码不错 11号 跑谷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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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明是对着2号 9号 跑谷操 这张码 100% 上名跑一次 100% 12号 14号 中高谷操 10号 温暖 1号 1号 2号 1号 5号 2号 2号 6号 1号 3号 1号 12号 9号 這兩隻馬確實是好 實力馬是9號、11號 我買12號 我買12號 不拖了,今天我中了什麼呢? 我中了一隻右響旗城 中了一隻 先看上去 右響旗城 中了一隻幸運旅程 世襲陰星 中不了那些 二進 中了一隻 中了一隻奧龍區 這次我不太拖了 我買了金傳貴人 為什麼呢? 我被罰六次 馬就不斷贏 這次 欺負你不夠輕幫 我就騎你這隻5號金傳貴人多贏一場 反正不是大熱門 我買12號 我買12號 實力馬是2號 2號、9號、11號 實力馬是 我買12號 但情緒沒什麼大問題 說近跡 旋風飛已經是1517 近跡 9號、11號 9號、11號 比2號 金傳貴人 因為他上將贏得很輕鬆 彈掉了2個馬位 我就看回他 上次是4倍潘頓 主持是1912 即12膽拖 我買12號 Jenny姐 2號、12號 他喜歡2號 我喜歡12號 我買12號 然後撞吧 看看什麼配角 你喜歡 我試試看 12號 金傳貴人 有個藍色星 在黃色衣服 10號 有個黑心 在背部 10號 光明仙驅 整個黑心都有 紅心就好一點 2號 旋風飛影 熱門 大熱門 2.3 上次跑第1 前次跑第5 旋風飛影 上次潘頓 2.5倍跑第1 即本路程是路友專長 0.6 上名 0.6 取勝 跑了3次 2次 確實是好載職 現在6格是4號、5號 4號 奇藝先鋒 5號 多多保記 落到啡格 上上有餘 就贏了出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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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2號 9 90 10 排面 就輸了給好幾隻 5號 53 有綠色格 紅旗 紅燈亮起 紅燈亮起 現在12號是熱門 12號 12號 也要報仇 被停賽的時候 多少人拿你的碼 贏了 這隻金鑽貴人 沒有潘頓 贏了 趁他揹不到重磅 揹不到這個輕磅 就贏了 現在有紅綠燈很煩 人們想挑戰大熱門 1號 位置六格 4號位置六格 5號 WIN六格 5號是臭慶 5號 多多保記 12號 紅色WIN 大熱位置就是2 大熱獨贏就是12 10號馬光明先驅 最後入閘就是灰馬 這隻大自然門 旋風飛影 交替你了 浩然 準備搭檔九場賽事三班 千二的短途 準備 12大熱 好 前面快閘的 內蘭明欣賞 金鑽貴人 黃衫走上去 外面旗系先鋒 外面位置 還有多多保記 第五位 紫色衣 第六位 灰馬 旋風飛影 再後面的馬 超衛星走三格 賣不到來 中間 尾五島 黃衫那隻 光明先驅 內蘭尾四 長勝霸區 後面三隻 騰龍區 六三天天得落 包著羅味 是那隻星雲明雀 對面直路中尾段 前面放了出來的馬 不斷轉貴人 第二位 奇魏先鋒 第三位 多多保記 第四位 內蘭第五名 欣賞 灰馬第六位 金鑽貴人 還有旋風飛影 後面的馬 長勝霸區 光明先驅 尾四在外面超威星 橙三 尾三是那隻騰龍區 尾以天天得落 包尾就是星雲明雀 好了 正直直路 金鑽貴人 輕手 比住走進來 第二位 奇魏先鋒 外面還有多多保記 外面有英知星 大外當是旋風飛影 最後二百米都 金鑽貴人 後面對手三個馬位 奇魏先鋒 第二位 外面位置還有旋風飛影 後多層就是英知星 接近終點 金鑽貴人 又是搶 放在前面走 就升班 打搭贏 算了嗎 金鑽貴人 我都 那時候拖了 十二號 贏了兩個馬位 幸好是輕磅 我做到輕磅就贏了 潘頓在那裡扔 對呀 不能遷就你了 文家糧 沒理由不出的 有輕磅 又有速度 十二號 莫雷拉都贏了兩場 低熱滿 幾好 是不是 四號奇魏 有起飛的 有六格 很簡單 這場跑得很簡單 很簡單 出閘說態度 這些爆仔 簡直是出閘失機 黃色衣 莫雷拉 隔離位 不夠快 或者他刻意這樣跑 莫雷拉就貼了欄 五號仔 多多保企在前面 但是多多保企的近跡不多好 狀態未夠 跑一下就不夠力了 那麼這個 莫雷拉就在前面 這些什麼事 這些什麼事 是發生了之後 你才去評論 就是你 跑馬是跑未來的 你要估計 快慢 這樣才是積極的做法 那他現在就 帶了出來 都不用看你了 短途跑後上 這個二號仔 旋風飛影 都很稱職 衝了上來 就英知星都不夠 十二 二 四 是嗎 村尼做什麼 買個WIN就更好 是嗎 22 只有25元 買個WIN就更好 十二號 好 跑完